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安卓自定音空间的第二课 我们上一节内容讲了安卓自定音空间的 为什么要自定音空间 我们的学习课程学习目标 还有我们自定音空间的三种方式 继承意有空间 继承布局 继承根源有三种方式 继承意有空间 我们这节课主要讲继承意有空间这种方式 继承意有空间 它是我们现在要做的这样一个空间 它是和意有空间非常的相似 然后但是它可能有一些自定音的功能 自定音的逻辑在里面 然后风格很相似 用到了我们现在意有空间大部分的内容 然后这种情况我们就选择自定音 以有的空间 继承意有的空间来做自定音 比如说我们上上节课讲到的这样一个开关按钮 它就和我们已有的空间 这个ticketbutton是类似的 它只是换了一下图标 其实如果比较有经验的同学应该知道 这个图标它就换了一个开合观的这样一个图片 我们用系统的提供的这样一个样式 也就是说style也可以做这样的功能 而且我们也相当于可以把这样一个空间拿出来 但是就说你做style会和这个我们写成一个自定音的这样一个空间有什么区别呢 就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和关的时候会做一个什么特定的逻辑 会有个什么特定的操作 我们用style它在Xmail布局里面写的话 这个就是写不了的 这个是我们就说现在第一种继承意有空间和我们写style的区别 继承意有空间和意有空间相似多出部分功能 直接继承意有的button ImageVutexView的 然后听起来可能比较 就说不是很明白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我们这里可以讲一个案例 一个最简单的自定义一个button 然后我们改变这个button的文字的内容 然后我们改变button的 加一个点击的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加一个这个文字的样式 然后我们现在一起来写这样一个东西 我现在准备了准备了一点材料 就说是一个图标 这是button一个背景 其实我们在很多几乎我们所有的项目中都会遇到一个 比如说提交按钮 比如说确定按钮 在我们非常非常多的项目都会遇到 这个按钮通常来说 在我们整个项目里边 它都是统一的 统一的样式 统一的背景 统一的文字的大小和颜色 而且一般来说 它都会有一个点击效果 我这就有一个提交按钮 然后它会写了一个这样一个点击的效果 现在我们一起来做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打开安卓studio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项目 现在我们新建一个项目 目录的名称 我们就随便写 到时候这个项目的圆满 我会在课件里面考给大家 我们现在是要做一个 我们安卓项目里边经常常用的一个提交的这样一个按钮 我们打开项目 选择project模式 我比较喜欢在这个模式下面操作 我现在创建一个button 这个button大家可以取一个自己的名字 因为这个是提交按钮 所以说我叫submit button 然后我们这个button是继承于已有的空间 继承于已有的button 现在会报错 让我们必须添加一个构造函数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资源文件考进去 这是我们的button的背景 我们来做点击效果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画 这个不在我们本集课的讨论范围 先把添添加进来 然后这个是点击效果的插庙 改下名称 我们现在给我们button设置一下它的样式 我们首先设置一下它的背景 就我们刚才导进去的这个 就是它一个圆角的一个 这样一个成色的这样一个圆角的这样一个按钮 然后我们再设一下它的文字 当然这个可能我们一般是写在 Stream文件里边 我们现在就简单弄一下 然后我们再设置一下它的文字的大小 大家就这些 然后我们把我们这一个button 所以大家要养成写注式的好习惯 自定提交按钮 这个button我们就可以用了 其实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我们用的时候 只有一点 就是说我们要引一个全路径的 全路径 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平常写个button是这样的 对吧 button 这样就是一个button 但是我们现在要用到这个自定的button 我们需要把这个全路径带上 这样的 这是我们制定的button 这是我们制定的button 然后把样式稍微改一下 好看一点 这个button和上面这个button有什么区别呢 唯一的区别就说 它设置了一下背景效果 然后设置了一个文字 设置了一个文字的大小 我们现在来预览一下 需要 它是有变色的 这个可能不是我做出来的效果 这是它预览的时候一个效果 现在我需要跑一下 跑一下才能看出来这个效果 基本上来说就是我鼠标按下的时候就有一个变色的效果 然后整个按钮一个提交 然后提交的提交文字的颜色 需要跑一下才能看到 我先来跑一下 好 打开了 看 看现在有一个点击的效果 然后有一个圆角 然后有一个文字 我们还可以给它设置一个文字的颜色 这颜色可能不太好看 改一个颜色 改一个白色的文字 这样就好看多了 这个空间我们就可以像引用button一样 在我们的项目所有中 所有的地方用这一个空间 并且这个空间是可以像我们引用button一样 大家知道我们引用一个button 是这样的方式对吧 对吧 比如 比如 T2 我们先去给它设置一个ID 这个是button 这个也设置一个ID 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定义的button 叫sbutton 这是button 我们要用我们自定义的这个button怎么办呢 就这样子的 这个是这个 好了 我们这个button和我们的原生的button使用起来 它有原生的button所有的功能 并且它还设置了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就非常简单 今天我们先讲一点简单的 我们慢慢来 然后我们今天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学的是自定空间的第一种方式 就是继承已有空间的一个方式 它和我们的 已有的空间非常类似 我们继承已有的空间 然后在上面做一些改造 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 今天讲的是第一个案例 自定义按钮 改变它的文字内容 改变背景的效果 不知道大家也没听明白 好了 谢谢大家收看 今天这一节到此结束 再见